名偶风云会 印谈与老旁 风云高 主持 吐杰 鲍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观看 为了收听风云局 多谢各位的支持 本人吐杰和鲍韦聪先生的patreon 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加入 在不同的层面和渠道探讨不同的问题 而且尽量确保内容不重复 这几个全世界的焦点 都是看着俄罗斯的乱局 因为这正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尤其是这个骑尼大厨的叛军光头司令普利哥 到底搞哪科 24小时内 因为人人以为是由常识角度 既然是脚仔过河 如果你说在叛徒而废 一定是死定是没得翻身 结果竟然选择再次倒转相头以后 丢下两万多的兄弟和一些加入投诚的俄军 自己走出白俄罗斯 这条书算来算去都算不通 全世界都拗头了 因为确实是人类战争史上全无先例 果然我们不久之前就预测 普京是绝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嘴巴就说特赦了 不会追究 不会秋后算账 只要你放下武器 加入国防部 正式的军队收编 现在过往不够 是不是 是的 涂先生 说一说最新的发展 在24小时兵变收工之后 普里哥津一度不知道下落 有人盛传在白俄罗斯的酒店见过他的蹤影 但不能证实 但他有一段录音 有11分钟就发表了 为他这种叛乱的行动辩护 他声称这是社会要求他这样做 以及推翻俄罗斯的政权 不是他的目标 他争取公道 即是止反贪官不反皇帝 又是什么 对 然后解释 最后一刻停下来 是因为如果再下去 就会大量的流血 而且相信我们已经整个过程 展示了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想俄罗斯人民流血 我们充分表达了我的抗议 这些下面其实那些其他说话 我觉得都是不多重要 因为他完全好像在这里 解释和希望求情一样 希望里面的说话 就送到普京那里 就可以得到欢容的特赦 特赦 为什么这么快捱底 当初你说俄罗斯可能是一个新总统 然后就说这个是公义之战 不是政变 是为俄国人拿回公道 这种一夜之间的疯狂大转态 不是说哪个人 几厚颜无耻 作得出的 另外一个主角普京 也都在政变的24小时之后 就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首先他多谢 是华格纳里面的commander 即是指挥官和士兵 他们避免了流血 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普利哥津的名字 但是他定性这个星期六的事件 就是一个multiny 即是叛乱 叛乱 叛乱 兵变 于是乎他里面 虽然就没有正式去开普利哥津的名字 但是他已经是暗示 这个organizers 就是说那个组织者 他知道他的行动是犯罪性的 就是criminal 而且他说到 他会将这个叛乱 或者是兵变 就变成一个正义 意思是说他一定会要他找数 因为他将bring mutiny to justice 里面的潜在意思 就是说他不会就这样算数 当初不是又说不予追究 全部不需要转交审判 现在不是 而且有种种消息 是准备向罗斯托夫 这个南部 那个城市的战区 上较级以上的军官一旦曾经加入过 这个普利哥津的叛军全部要清算 所以一场大清洗 看来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对于华格纳的士兵 普京说到很宽容 他说你们可以选择加入国防军 即是他们俄罗斯的国防部 或者他们去白罗斯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全身而退 这帮曾经叛乱的军人 现在还是未知的 但是很明显 普京已经说明了 这件事是要bring to justice 对于香港来说 不要说大陆 全大陆已经启动了 中国历史两千年 那个兵变和宫廷斗争的仪式 不断搜索清君质 安陆生 这些名词 结果就被大陆屏蔽 就算近近地 香港人都看这一幕 我想都点滴在心头 当初这个叫港版国安法 就只是说 只是对付极少数人 是吧 结果现在 将那些视频拿出来 几时几日 在过暴动现场的 是吧 到很多人都难逃迫亡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一旦呢 你是动我动到 是上心口 给我一个礼仪打停 回来报复的时候 是绝对 是不会流生口 是吧 这些你会看到 普京就是正如 拜登所说 这是独裁者的特色 当然他也不知道 下面发生什么事 现在搞到这样 无可避免 你普及恶不出样子了 那么最近 即使他最新出来的铺头 讲话都没了那些霸气 寿微深所 而且是面容潮水 整个恶事他搞出来 因为他自己身知肚明 由头到尾很简单的 就是这些大企业的老板用人 不会是用了一个中心的伙计 一定要是两个都这么中心 然后让他们平起平坐 用了他们两个 然后两个系统 让他们互相祭走 然后普京大老板高高在上 因为这样是要防止军事政变 即是说 普利哥津是他的外围 这样如果我们用中国人 包尔拉的公式 各位会明白了 普利哥津就不是他的核心 也不是专业的俄国部队 但是因为他二十年来是醒他很多的 譬如说这个叫做莫斯科的学校食堂 那些包伙食 接着是益他投标 做到很多饮食的生意 包括开这些精品酒店 而且是那些国宾招待 米资连级去帮衬他 然后给他做这个叫做 雇佣兵 即是做保镖 尤其放他去这个叫敘利亚 甚至非洲那里去打陶陈 这支军队是外围 但是贪他胆正命便宜 因为普利哥津是对他忠心 没有普京 普利哥津没得发胆 但是 这个政府系统里面 始终要靠这个叫做国防部 今次他两边两派的马仔 深复是互相争风喝醋 以及抢风头 那他另外的核心系统 当然就是这个叫做放牧护长 邵伊古和这个叫做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邵伊古也是跟普京 是跟了几十年的 一起兄弟到可以去西伯利亚森林 那里一起打猎 一起去跳到冰湖游泳 和一起去露营 另外格拉西莫夫也是 两个是自从2014年 已经跟普京 在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和格拉西莫夫的那个战功 是阻止车臣战争 已经是打出来的 是 所以当然是要利用这支正统的系统 就是说 这个叫做邵伊古格拉西莫夫 正宗的国防部和参谋部 是普京的大婆 而这个 这个很噁心 都要这样比喻 这个叫做普利哥真 是他外面的尔拉 如果你大婆和尔拉 你身为老公 你想享风流 你就要摆平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摆不平 为什么摆不平 因为打仗 国防预算那条数 肯定就是国防部大婆那里出的 你如果要包括尔拉 波利哥真 普利哥真那里 你的老公 应该separate 给一个不同的account 给他 然后去泵水 是吧 是 就是现在好像 讲一句 大家香港人熟悉一些 就是普京 现在就想做 这个叫做何鸳申 是吧 何鸳申的话 有二房三房 但是呢 现在就非常之 也都看重四太 是吧 这个普利哥真就是四太的系统 那你四太的话 你就给他自己另外开个户口 是做这个叫做鱼申 对不对 但是不是哦 四太的那些钱 你又叫二房和三房那里出粮哦 shopping哦 那你说 怎么摆平呢 所以整个乱局是普京自己搞出来的 是吧 身为男人呢 你玩这些东西 两房在那里互斗 然后呢 东宫西宫呢 那些中国人在看清宫器看得多 喂 这样呢 可以说是在玩一个非常之危险 一个行钢线的游戏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你肥造剧的情节 是 就是邵姨古的出身呢 是呀 其实他不是正统的军人的红富製 又不是呀 是呀 他是做独理工啊 杰独理工啊 做建筑啊 那些出身的 他不是军事系统的 是的 但是因为是普京的亲信 是 所以就空降下去呢 就担任国防部长 是的 所以其实呢 有在俄军的系统里 包括在普利哥津的角度呢 就认为 小姨古呢 是外行管内行 没错 他不懂事 他其实是一个出身基层的一个公务员 是 在叶利阴时期呢 那他是成立了叫危机紧急管理部 嗯 叫做emergencies ministry 是 那时候呢 他已经是学人穿一套军服 然后呢 专门是负责什么呢 譬如西伯利亚森林大火那些呢 他是指队这个叫 甚至可以指这些军队和消防员救火 那呢 然后将他军服呢 然后嗨嗨嗨嗨嗨 就进去这个军方那里 是 那其实他不是正宗出身 所以这次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呢 就是 普利哥津呢 就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岳飞 是第一号战争 但是 阿格拉斯莫夫和邵伊古呢 就觉得这条江头佬呢 年纪以来在西方的传媒抢进风头 下下呢 在这些镜头面前呢 就发表讲话 是吧 那现在我们正统的 邵伊古和喀拉斯莫夫 这个国防部叉矛部呢 是给他呢 是立了战功 而普京在上面呢 还没试过打一场这么久的仗 所以他的弱点呢 是出来了 嗯 东宫西宫在下面争重 然后呢 发上来的情报呢 西宫 哪个叫普利哥津就说 你现在被那个 被你那个皇后 骗了皇后就说 奸飞狐狸精丝是不糟糕啊 那普京在上面呢 其实都乌尚尚尚 还有啊 这个就是管理大企业 这个弊端 你以为你很清玩平衡 如果你用后宫器 或者那些沙拉依赖 但是还有一些情节呢 可以打个譬喻的 因为邵伊古在普京的庇任之下 无论在非洲或者这些 就是敘利亚呢 其实他除了他接的那个 contract 赚不少钱之外呢 里面还有很多游水 譬如在非洲的抗产 或者里面一些 就是酒私 甚至贩毒 这些的生意呢 全部呢 都是 普利哥津下面的 雇傭兵里面呢 包卖的 那这些在邵伊古眼中呢 就更加不矩了 哦 因为呢 你接project 跟着你就赚真金白银 我们这些打工的 是不是呢 跟着你还有呢 当地你自己可以 拿些抗产啊 卖军火啊 自己就地分水 做犯罪行为 贩毒啊 这些全部呢 都是呢 我们叫附带的利益 那在阿兆伊古这些 公务员眼中 喂 你想想 他搅不搅 是吧 大家一齐都是帮 皇帝或者普京做事而已 为什么你收那份又大一点 跟着你还可以做私帮生意 就是 例如四太外面自己开一间 赌厅 里面呢 是另外一条数来的 就不关 不关里面的 这是譬如而已 譬如而已 譬如而已 这个是为了香港的朋友呢 是更加容易明白 对吧 举例 当然呢 四太当然是威衰啦 对不对 是吧 长袖善武帮得我们的新歌很多 这个呢 因话题话 是吧 就现在呢 一讲呢 我想香港的华人呢 一点就明白了 这些这样的家庭伦理 和宫廷的 宫心计呢 就真是 是吧 不分 这个叫古今中外 男女 男女性别 好了 结果呢 当然 这个呢 也都是因为俄罗斯 在苏联解体之后 他走上一条 这样的 骑离的 私有化的道路之后 必然产生的结果 嗯 因为以前 苏联帝国在外面抗张 在非洲呢 他会和美国呢 在那里援过 在一些国家 例如说 玛丽啊 这个叫做 江国啊 美国插了其扶翼 一些政治势力呢 他在那里呢 又在那里呢 暗中呢 是资助 比如说那里的共产党啊 又或者游击队等等 嗯 所以在前苏联解体 留了很多这些呢 未曾收拾到的山头 这些山头呢 是拥有那里的天然礦藏 那俄罗斯普京上到来 我没理由不立的 这些是遗产 那所以没理由是派 国防的正规军呢 是走去那里 遮遮掩掩 而且呢 啊普京呢 在这个叫叶利针私有化之后呢 下面很多呢 是占据石油天然气 和矿藏的大亨 亦都是普京本人 半只只的白手套 所以呢 不方便用正规军呢 去到非洲 立东西的时候护航 所以呢 就是用了普利哥津这一支 胆正命平的监等大军 专门和他做那些东西 喂 这一个如意算盘 很正啊 对不对 是 谁知道 就想不到呢 你要打一锅叫做乌克兰 在这里抗杀 是 以我来说 打克里米亚 和这个叫叶利亚邦那时候呢 这个阿萨德 都是用固荣兵的 是吧 普京以为是很着数的 一内一外 是吧 左拥右抱 妻妾成群 而普利哥津亦都不介意做乱投军 因为去到非洲 外面 他一堆东西 就是等于十字军东征 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抢那些这样的银器 宝藏 然后带回去 梵帝江中间 当然是打斧头 这个就是银行的右脑 因为呢 无论在敘利亚或者非洲 普利哥津下面的 华格勒 固庸兵呢 的而且确是战功标柄 是的 但问题是因为 他对着那些是二三流的作战部队 那些生番嘛 而且他们拥有的大部分都不是西方的先进武器 所以在俄罗斯的正规军的装备之下 再加上他们这些亡命之徒的作战方式 的确在敘利亚和非洲就尝到甜头 而且是令到他们的信心爆棚 但是去到乌克兰一役 因为他们面对的 除了乌克兰军民的这种抗战的心态 还有最重要是西方的先进武器 北弱 是的 你知道乌克兹还怎样弹灰 装备已经死了 所以就立刻叫救命 一遇到北弱提供的武器 普利哥津就要后勤支援 这个时候 邵伊古的两个人就玩东西 在后面就扣张 就不给了 这个就解释得到 为什么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打了16个月 有时不是说乌克兰的抵抗很厉害 而是坦克车去到前线 只剩下半缸油 是吧 然后那些普利哥津 所得到的军服 穿上去被奸凳 就带了一两个马 还有那些军备 那些防弹衣 几乎是穿洞的 还有薄痴痴的 所以他立刻就想到 这个是国防部 邵伊古 这班人中间黑头贪污 确实俄国军队 国防部名下 那种贪污腐败 是由头贪到落尾 中间是落格 还有是打斧头 是吧 这个个个都知道 于是坎正 这个叫乌克兰 这一场大仗 这些弊端是出来了 所以捉襟见爪 就搞到普京在中间 打算做皇帝 左右逢源 就非常之尴尬 还有在乌克兰反攻期间 普利哥津已经出来说过 除了弹药不足之外 其实在他两翼 的正规俄军 他们退却 防线退后 令到他两边的侧翼 遭受到包抄 所以他认为 小伊古下面的俄罗斯的政府军 就是有心地 将他们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甚至认为小伊古是有意的 是 所以他心里面那种 悲愤也好 不满意也好 是 就发泄下去 是 今次的兵变里面 是 所以真的 这个不是互相扯猫 而是 真是 鬼打鬼 这种用兵法 当然不止是普京 不是他们一个发明 中国熟悉的太平天国 也是 太平天国的时候 咸丰皇帝已经知道 自从鸦片战争一役 是 满洲人当兵是不能打的 八旗兵已经不行了 所以就依赖这个汉人 曾国藩和李鸿章 是组织自己的乡俑 曾国藩是湖南人 所以一支商军 李鸿章就是怀军 OK 完全是靠商军和怀军在前线 这个非的系 去剿灭这些太平法匪 真的有点像 真的 是不是像 但是曾国藩就不是监等 也不是那些江湖超级大的古惑仔 而是有瑜伽孔朗 道统继承的使命感的人 而且说商军里面 有不少是知识分子 是啊 因为里面他们的军响 其实都不是满清政府被 是由当地的士绅 去拿钱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太平天国要铲起中国文化传统 要去到到处抢 要拜上帝 和违反这些儒家伦理 所以那些士绅就害怕 于是就被军响 还有出兵 有些子弟和那些里面的子侄 很多都是读书人 在商军里面 虽然这个清军 这个正统的在北京都还没有 譬如说曾格林森 就是满洲人 但是曾格林森 用兵是不及曾国藩的 这个就是普京 每次去中国访问 看到习近平 就不懂得叫习近平提供一个 叫做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 跟他上两堂 你下面在玩这些东西 就是找个监等普利哥尊做曾国藩 有没有兵变的危险 当然曾国藩也差点兵变 因为在殲灭这个太平天国的后期 他活足了中皇李秀成 然后亲自审讯的时候 李秀成说 我又这么打得 你又这么打得 不如我们两支军队联合 杀去北京 就抢了谭峰皇帝的位置来做 这个就是著名的 叫李秀成的自公葬 曾国藩亲自审论的时候 左想右想 这个充满诱惑 李秀成说 现在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一半分江山 不是 你是做头 我一定跟你效力 差点兵变 但是曾国藩左想右想 第一过不了他自己 这个叫做军臣扶子的关 第二觉得这个很冒险 于是予以拒绝 然后杀了李秀成 战争和政治就是这么残忍 然后曾国藩补了个清白 如果用一个普利歌僧 去相比于曾国藩 我觉得当然是欲没了 中国近代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这个真的是曹操 曹操第二 所以全部古今中外 是有类似这种人物性格 但是没有这么荒诞的情节 要么你就出手 出手就没有回头路 要么你就不动升息 又不是这样天一半地一半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所以其实今次可以这么说 普利歌津也是不懂读历史 更加没有读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其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例如说到明代的静难之变 哦 燕王朱棣用清君质静内难 来做借口 然后就起兵 一起兵其实回不了头 当然了 一路打了三年多 他不惜一切 对啊 和其他那些皇兄皇帝 和他一起打 打完之后分江山 开了空头支票 到时入主了江山之后 根本不会兑言 当然不会 甚至 当朝的大臣 不肯为他写个召书 然后全部诸十足 方孝宇 方孝宇 一反就反到底 反到底之后 不会后悔 这种就真的做大事了 曾过凡和燕王朱棣 他们的处境 面对的是一个弱主 尤其燕王朱棣的孙 那个叫明为帝 只有十多岁 但是现在这个 普利哥春和邵姨古两边 都面对的是强人的普京 这个是分别 但是这次普京 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最终是要买到 这个叫邵姨古 格拉西莫夫 这个叫迪系 就牺牲这个叫 输出的普利哥春 嗯 但是因为 跟着 邵姨古 立刻走到乌冬的前线 那里 是亮相 因为有种种的推出 他都拉起来 他都辞职 但是现在邵姨古 不是我辞职 我现在出去檢阅 这个对于普京来说 并非吉兆 为什么 因为在六四 八九年 这个阵压完毕之后 这个叫接见戒严部队 一定是邓小平亲自出来接见 然后李鹏这个宣布戒严令和解放军将领 慈浩田在旁边跟着 所以你这次 如果你觉得 已经平息了这个政变 普利哥春 已经投降了 然后 你普京 一定要抓紧那个时机 李亲自 第一个亮相 你不能够被邵姨古一个人 穿军装 走去乌冬那树 在前线那里 是慰问 这些又是不省水 真的 这些俄国人 对中国历史 那个宫廷斗争缺乏 这个触角就是做了这些人 邓小平很厉害的 六四之后 慰问戒严部队 外面的最初在那里估计 邓小平没理由这么残忍 这些一定是李鹏 下面的军队奪拳 不是 我做的 于是亲自慰问戒严部队的时候 旁边的那些站在旁边 他冻出来 那个权威家长 这次现在不是 为什么你要给邵姨股出来 应该是普京 甚至自己穿着军服 邵姨股在旁边做帮友 是不是 这些就看到伏筆了 这样下去不行 所以美国研判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是最后中章的开始 而且甚至影响到 所谓的俄中关系 因为你都知道 当初习近平见普京的时候 说到两国的关系上不封顶 里面甚至签下了很多 对俄罗斯采购的天然气和能源 似乎要向这个大佬示好 因为西方的制裁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 但是现在被中国看到 其实普京的权力已经旁落 甚至不能够倚靠这个大佬 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一个蝴蝶效应 因为令到中国觉得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看俄罗斯的面色 因为他才是大佬 那个是小佬 会不会啊 是不是真的这么正啊 好啊 这个中国方面受到什么影响 就是令案处理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风云谷》 这一集就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在这几天热烈的支持 我们会和各位一起做观众 和分享分析 是俄罗斯的重体变局 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 我们会继续密切关切局势 拜拜 来自订阅订阅 和大家讲一些 陶生和鲍Sir先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实国民党如果真是执政 对于在台湾的香港人 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否会比现在民进党好呢 因为他们始终是华人 那个气度 你不要以为是和英国人一样 说到YouTube的时候 我说得很小声 因为不好意思 有点自卑 谁知道他听到之后 肅然起劲 突然间 对我态度好很多 所以我们做这些KOL 我不会学某一个在台湾滋生的 是这么困难的 他没有说我们封人局 因为他不敢说 人渣 法西斯 刘将军 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谓的KOL 其实我都很恨这三个英文字母 我心想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这个叫十九这个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是很厉害 这条带给他看到 又反面 他没有油 他就说你老哥 不是说风云谷做得很好 我说你也是 将来有机会同台 你发觉我现在手指指指多了 和天狗吃了两餐饭 给他感染了磁场 说完就学我 我知道 我还有看一个人 我是要看他的优点 加入频道会员很简单 你可以用电脑去回我们的YouTube频道首页 按加入频道会员 又或者用手机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栏 卡最上面的连结 加入风云谷频道会员 有能力的朋友 还可以同时加入 陶欠Patreon 和霸慧冲冲心直说的Patreon 而Patreon 除了有各种专属内容之外 还有一至六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一定会令我们更加有动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节目和内容 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